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 英文企圖 上個禮拜皇室的這個婚姻就開始爆出來他們以前互動一些有問題跟皇室裡面的人 那你都知道我在說什麼英國皇室 哈利王子Prince Harry 以及他所取的這個叫做 他以前是美國女演員 他叫做Megan 他的名字很有趣 Meghan 他的發音是Megan 一般你看到ABCDE的這個E在字母裡面很少發那個A的音的 但他這裡的發音就真的是Megan而不是Megan這樣子 所以這個Megan Harry的他們鬧出來的這個事情 那我大概背景就不幫你補充了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加減應該會知道 就你知道可能有一些種族歧視方面的東西這些的 所以他身為一個並不是白人的一個女性 加入這個皇室之後 他說遭受了一些皇室裡面的一些各種不公平的 但是都是一些 不是直接說得出來的一些不開心的對待 那但是後來媒體當然也爆出來說 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公主病什麼之類的 然後可能一些下人根本受不了他還離職了 不小心又把背景補給你聽了 本來我妹也要講 來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看看 Reddit上面對他們這件事情的一個interview的一個看法 這interview就是在上禮拜發生的 他們這個事情已經吵了一陣子 所以在美國很具有權威的一個女主持人 叫做歐普拉 歐普拉 歐普拉就請他們兩個來 來來來來你們坐下來 我給一個空間讓你們來對著媒體好好交代一番 所以他就跟他們來了一個interview 所以這個interview就爆了 那根據我的了解 因為我也稍微做了一些小功課 那好像總共有是1700萬1600萬個人同時觀看 就所以是大家都很關注的一個interview 那美國人基本上還蠻聲援 他們所聲出來的這個女演員美根的 所以就覺得就會取笑皇室啊什麼這些 而英國人對這個interview的看法呢 則是就站在另外一邊其實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的就是Reddit上面 他們對這個interview 也就是美根講的這一些 Herry講的這一些 他們的回應 So 這裡這個 美根-Herry interview with Oprah is cringe as hell 開頭的標題裡 什麼什麼東西 is 什麼樣 as hell 就是一個很常見到的expression 例如說你的女兒很可愛 可愛到爆 你就會說my daughter is cute as hell 所以可愛到像地獄一樣 聽起來很奇怪 可是hell這個字的確就是地獄的意思 所以要一個東西很好吃 oh this tastes so good as hell 這聽起來很奇怪 但你可以說this is delicious as hell 這樣子 ok 所以他的用法多半就是B動詞的句子後面再加個as hell 而比較不會像我剛剛說的tastes good as hell 好像也可以 this tastes good as hell 但我還是覺得this is delicious as hell 會比較聽起來順耳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來看另外的另外一個詞 其實我們常看到這個詞 就是cringe這個詞 這個詞我相信 如果你有一直在看我影片的話 你應該看到很多次了 這個cringe就是會讓人感覺 然後就覺得 這樣子 就發自內心的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 就叫做cringe 你的位整個縮在一起的感覺 就叫做cringe 所以他說的這個interview呢 真是讓人家是看不下去 cringe as hell wow interesting 對 他們的看法是這樣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些內文 I really don't wanna defend the royal family here but did Meghan do any research on the most conservative and uptight family known to mankind 好所以他先問了一個問題 前面說了先說 我實在是不想要來這個defend我們自己的這個皇室啦 所以這種都是屁話 他根本就是在鴿背往裡面玩 但他這裡說的就是 我實在是我也沒有要defend 那defend就是防禦守衛之類的意思 辯護 所以我也沒有要辯護這個皇室家庭 就Royal family Royal 就是皇室的這樣 隨便看一下 Royal Royalty 名詞Royal family 皇家的 雖然沒有要defend royal family but did Meghan do any research Meghan有沒有做任何的研究呢 在這個世界上 人類所知最保守以及最 你知道就維持一個 這個uptight的意思 conservative是保守 拜託我先把這個打起來 所以他們做一些研究啊 事前的功課 對這個世界上最保守 以及最uptight 你的uptight就是很嚴謹的 拘謹的 不會隨意開玩笑的 你這個怎麼uptight 我有時候常會沒有要描述 我還蠻uptight的 事實上我一點都不同意 好不管了 所以這邊說 他會做任何research 在世界上最conservative 跟uptight的family known to mankind mankind的意思就是人類 所以 人類所知最這樣的家庭 他有沒有啊 應該要嘛對不對 可是 劇下面的評論 以及我剛剛所看到的一些 做的功課 我知道說 Meghan的確對著Oprah說 No 我先前沒有google過我丈夫 的一個概念 Prince Harry I don't know who the fuck is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啊 反正 喜歡我就嫁給他了 最好是啦 這個我也不信 好沒關係 我們再看看去 I mean how can you expect that that they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 how can you expect that they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所以你怎麼能夠期待 他們會打開雙手歡迎你呢 就你是個美國女星 然後你 因為女性的關係 你的工作上 可能還跟別的男生 有些輕輕抱抱的行為之類 像我有看他演的那個 金裝律師叫Suz 那裡面跟 裡面一個角色叫Mike 也打得火熱 所以如果今天是 加入這個英國皇室的人 相信裡面的人都會覺得 這個女生你確定要娶嗎 雖然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去 批判一個女生的過去 可是 我相信像皇家應該會很 顧這一種 就你之前的過去歷史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這對不對 我們只是指出這個事實 So how can you expect that they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Open arms就是你在開了雙手 這樣子 It's good that she's speaking out about the royal family as such 所以很棒啦 就是她現在在speaking out 就講出來了 有關於這個 Royal family之類的 或者講成這個樣子的 But Oh dear Everyone could have told you this before the wedding 但是大家事實上 都可以在先前就告訴你了 就是你的這個皇室的家庭 是這樣這樣這樣的 You gotta know what you're stepping into OK 你要知道你進入了什麼樣的一個 You gotta know the game you're about to play 所以 那你現在才在那邊說 大家對我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有點不太對 Right So it's like jumping into an ice lake and complaining that it's freaking cold 所以這個 最後這個analogy 也就是這個比喻 OK 這個批譽 analogy 這analogy還不錯 這就像跳到一個很冰的湖裡 然後在那邊抱怨好冷 Right Jumping into an ice lake and complaining that it's freaking cold freaking 就是 事實上就是一個很怎樣的一個形容詞 你也可以替換掉 成另外一個F開頭的字 不過我們有時候會避免講髒話 所以把那個 變成了 freaking 好 所以這第一個人輸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些其他的說法 所以不能只說原POPO講的這個樣子 其他有沒有反對呢 我們來看一下 So她說了 Well I don't think it's cringe I definitely don't buy that part where she said she didn't research Harry before 所以這 我們剛剛有在講到 所以雖然說我不覺得她是 cringe Well I don't think it's cringe I definitely don't buy 這個buy是買 就是不買帳 就是我不相信你說了這話 所以buy這個詞在這裡可以是 對見說法買不買帳的概念 不買帳 OK 那她的確 我以前跟學生討論過 你加個into其實也是可以的 you buy into something 就是你願意接受那一套說詞 so you buy into something 好 然後我絕對是沒有辦法 I definitely don't buy that part 那個部分 而在那個部分裡她說的 where就截下去 I don't buy that part where she said she didn't research Harry before 她說她沒有做過 Harry的功課 騙笑了這樣子 so I get that she's saying that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she didn't marry him for the whole royal deal 所以我了解 她這麼說 是為了強調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 她不是為了這個皇家才嫁給她 再說一次這一句 再說一次這一句 I get that she's saying that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she didn't marry him for the whole royal deal the real family deal 所以這裡好多that 可是這是正確的英文 I get that she's saying that she's saying that to highlight the fact to highlight the fact to highlight一個事實 that she didn't marry him for the whole royal deal but come on 這個cmon就是 come on come on 所以那個第一個come 可能都很 很快地閃過去 所以這個就可以唸成 come on 這樣子 who didn't google Harry at some point 誰不會在某個時間點 去找一下 google一下 Harry呢 不可能 所以這個at some point 就是在某個時間點之類的概念 at some point ok at some point in time at some point in their relationship 之類的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說的 第二我們再看下去 She clearly didn't as among other things mentioned She has implied that a child not receiving a royal title is or was somehow connected to race 好 這裡說的是 她很明顯的並沒有 這個沒有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在回應前面的一個東西 但不管了 She has implied 這 implied就是她有意志 意涵著 所以 She has implied that a child not receiving a royal title title這個詞也可以說一下 這裡有 royal title的意思就是 沒有頭銜 所以 我有看到這一個part 就是她說 她的小孩出來之後 不會有什麼 保護啊 不會有security 也不會有title 然後 好像她就講到說 下一句她說的好像就是 一些家庭成員在講說更擔心的是 都不知道 這個小孩生下來會不會 就是膚色會不會夠白還是之類的 不要相信我講的話 我只是憑著回憶說 你有興趣的資訊去看 所以當聽到這個部分 Opera就 停了大概有沒有五秒 不知道 然後她最後吐出來一個字就是 What OK 所以因為這個聽起來是 太 太聳動了 就是既然皇室裡面有人說 蛤 我還真擔心這個 王妃 生下來的小孩 夠不夠白呢 哇 這個種族歧視到一個不行 所以Opera的反應真的完全正確 政治正確 好 所以這邊就說了 講到了 She has implied that a child not receiving a royal title is or was somehow connected to race 所以她認為 她的小孩沒有 royal title 是跟她的 race有關 之類的這樣 So in case you aren't aware in case你並沒有看到 If they had stayed in a royal family Harry and Meghan's children would be granted a title and their own secur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title once Charles becomes king 所以這補了一下皇室的資訊 就如果說他們有留在這個皇家的話 Harry跟 Meghan的小孩 就會被給予 就她的children would be granted a title 所以不要講 give這個字是給 grant這個字也是給 OK 所以給一個title 以及他們會有自己的安檢人員 and their own secur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title 所以有著頭銜的人 都會派一些保鏢給你的意思 一旦查爾斯變成國王之後 就會就是了 once Charles becomes king OK 所以這第二個人講的話 他就說 好 好像扯到種族歧視之類的這樣 然後再看一個好了 I'm still stuck on why it can't be both maybe s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are assholes and Meghan is a bitch the two things aren't mutually exclusive why is it an either or proposition the impression I get is that it's both 所以這個人 他講的點我覺得也蠻正確 所以I'm stuck on why 就是他卡著一個點 I'm stuck on some idea 所以be stuck on something 就是卡在一個什麼地方 所以他卡在一個點就是 why it can't be both 為什麼我們不能 就這件事情不是兩個都對 不是正確的對 就是兩個都是事實 why it can't be both true 那true的意思就是 或許有一些皇家成員就是他媽的屁眼 那 Meghan這個人就是個婊子 所以為什麼這不會是兩邊都是事實呢 很可能是啊 所以不能 我們就不要 either or 就是不是你是混蛋 就是你是婊子 不要這樣子兩邊都有問題 so maybe s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are assholes 所以或許有一些皇家成員是屁眼 and Meghan is a bitch ok so those two things aren't 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這裡的 mutually exclusive的意思就是 有我就沒有你 互相的排外的就是有我就沒有你 所以這兩件事情 aren't 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這個片語我覺得還不錯 Mutually exclusive 好 所以兩件事情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why is it an either or proposition 為什麼這是一個 要不就是你是那個 要不就是我是那個呢 所以這個 所以他得到的impression是 這是兩個都是 so the impression that I get is that it's both ok Alright 好 所以 下面這個算了 我們能不能再看一則 來 找一下沒什麼 來 能不能再看一則 哇 講得好長喔 so 這個寫的人是艾爾蘭人 所以我剛剛停了一下下 思考一下他的立場 那他也講了 so I'm Irish so no love lost for the monarchy in England 所以monarchy的意思就是這個女皇啦 這樣子 but then the whole interview reaked of self-importance ok 所以他是艾爾蘭人 所以無論如何 他對英國的皇室還是就ok 這樣子 那但是the whole interview reaked of self-importance reaked這個字我覺得值得可以講一下 他基本上是不好的味道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發出了一個什麼臭味 這樣子 所以我們如果說 xreaked of y的意思 就是這個x這個東西啊 整個透出了一個y的味道 大家可以理解齁 所以整個interview reaked透出一個什麼味道呢 就是self-importance 就是美根自己就覺得 啊反正就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啊 然後我在那邊講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這個interview 就reaked了美根的self-importance 然後他接下來講了幾個重點 所以他 他說美根是一個a woman of color 有時候我們就不會說 she's black she's yellow she's white 我們會說a woman of color 簡單來說就是黑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喜歡講 把black這個字這麼直接拿出來 so a woman of color 我這裡也稍微說一下 a woman of color 或這樣用字的多半真的就是很左派的人 很小心 she's biracial by ratio就是兩個種族混在一起的 ok 或者有時候我們叫mixed ratio if the royal family are as racist as she makes out there as she makes out there is no way in hell they would have allowed Harry to marry her 所以要說一次 如果這個royal family真的是 如同他所編織出來的 這麼樣的種族歧視的話 這個人的寫作很不喜歡打標的 我看的其實不太舒服 but anyway if the royal family 而且不是they 打錯字 if the royal family are as racist as she makes out 所以這個make out就是把它給描繪出來的意思 there is no way in hell 所以在不可能 no way in hell 這個片語 剛剛我們看過一個什麼什麼as hell 這裡再講一個in hell 就 這就是把這個there is no way加強語氣 所以加一個in hell there is no way in hell they would have allowed Harry to marry her 所以要是真的那麼種族歧視的話 他們就不可能讓他嫁給他 excuse me 我今天有點 一直打嗝跟咳嗽 that comment she mentioned about the color of her baby but they wouldn't name who said it is totally unfair 所以那個有關於說 他的baby的color的問題 剛剛我們剛剛提過 提過了 然後可是卻不講說是誰說的 這個東西就完全不公平 totally unfair ok you can't tar people with a comment like that and then be vague 你不可以 這個tar的意思就是那個 薄油露的那種 迷你黑黑的那種東西 這個叫做tar 這樣子 你不能夠把這個東西抹在人家身上 you cannot tar people with a comment like that 然後你還講得很模模糊糊 是誰啊 不講 and be vague vague這個字我沒看過很多次 所以tar剛剛講就是那種 薄油露的那種材料之類的 黑黑的那種黏黏的那種東西 然後 vague 講得很模糊不清 you need to admit who said it 要承認是誰說的 and then let the public decide for themselves 然後讓公眾決定 到底誰是對的這樣子 ok 好 我覺得時間上都在夠了 哇這個人超屌 他寫了一大堆像論文般的東西 很長很長 所以啊 要是有同學 對於就是 就是大概reddit上的人 就主要是可能就是歐洲方面的人 當然美國用reddit的也非常多就是了 可是 如果說你對這個有點興趣 上去看上去把它讀完 那有什麼不懂的話 我們可以拿來討論 到下面來討論去 好我們講到今天大概也算是夠了 我是Paul 這邊一些我們大概就不用再複習了 時間上真的蠻長的 所以我們明天見